大家好 欢迎收看DDTV 你好 我是陈薇薇 今天我知道SPM的考生大家都在考试 所以今天我们DDTV就特别给大家来一堂 SPM冲刺课 华文文学的冲刺课 给大家请来的这位老师是来自 八道林在野公教中学的蔡迅伟老师 我们先来看看老师的配景介绍 蔡老师好 蔡老师好 葳葳小姐好 是 老师我知道说这个华文文学呢 其实有分四个部分对吧 要考同学们的翻译技巧 还有要减达的那个技巧 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占了一百分对吧老师 对啊 是 所以非常重的一个比分哦老师 是的 好 事不宜助文青老师马上开始上课了 好 谢谢薇薇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今天老师要和大家分享 如何作答这个华文文学试卷 好 事不宜词我们来看一下 华文文学试卷到底考些什么东西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华文试卷 这个华文试卷我们分为三个部分 那么我们有分第一个部分 OK 好 我们第一个部分是翻译和这个选择简答题 好 第二个部分是小说 第三个部分是这个戏剧 好 我们直接开始看第一个部分翻译 好 这个翻译是两题的必答题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掌握得好 好 我们先看 好 翻译它会问哪些题目呢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翻译会考九篇文语文 好 其他的唐诗 颂词 还有我们的这个章回小说和古典小说都不考 那这九篇文语文到底是要怎样去考呢 我们看一下 好 他会从这个课文里面 栽录出可以独立成端的七十到一百一十个字 然后同学们呢 记得作答的时候必须一字不漏的每一个周翻译 OK 它可能是一个诗语词或者是一个诗词 除了专有名词我们不考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 这是从鸿门院里面栽录出来的这个句子 那这里呢 画上紫色的字呢 就是我们要考的考点 我们看一下这一组答案 对不对 好 我们试一下 微微可以告诉我同学们答的对吗 这样吗 这是highlight的那个部分吗 对 就是画的这个紫色 螢光的和这个粉红色螢光的几个答案 旺 旺的意思是盼旺 应该是对啊 老师 对吧 嗯 据我所知 既敢反忽 就怎么敢 应该该是这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其实同学们这样子做的 有丢分啊 你看到吗 有三个是错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同学们除了做到一字不漏的翻译之外呢 我们常常还会放下一些错误 好 我们先看一些例子 比方说刚才的这个鸿门院的这一篇 《愿博俱缘》啊 这个俱本来意思是全都 可是来到这里 我们是要拿它的隐身意 我们把它翻译成 希望您相博详细的向王说明 好 第二个 我们看到里面一个贝德 刚才我的例子是 我是不敢万恩负义的 这万恩负义可是我们的成语 那么成语也是文言文嘛 那不可能我们又再用文言文来作答 所以我们要翻译成 不敢贝弃恩德 这一个贝字呢 其实就是一个通甲字 跟这个贝字通了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犯下的错误 这个道谢 但这不可不早 只来谢向王 这个不是道谢 这个是考一字图一词 我们的答案应该是 道歉和谢罪了 好 我们再看一些 同学们常犯的一些错误 比方说三界里面的 使物动 那么直接动的话是触碰它 可是在这里呢 我们要按照回这一个三界里面的 这个原文的意思 句子的意思 它是叫群狗们不要去伤害这个迷路 那我们不就用触碰这个字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例子 贫乏不仁至纯 好 家境贫穷的不能 这个不能很白话文对不对 其实呢 学生应该把这个不能也翻译它 变成没有能力 好 再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好 进军营 韩营 韩营 好 进国的军队在这个韩营了 好 其实这个军本来是 本来是这个名词 可是呢 在这里呢 OK 我们把它翻译成动词驻扎 好 再来看下一个例子 好 这是城景表里面的 人命危险 朝不律夕 朝不律夕可是成语 好 你不能够翻译成行事危机 而是要去解释这个成语 早晨想不到晚上会是怎样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些例子 且君常为君 进君 次以 好 这个为字是一字多一字 那么再次以它翻译成 因为是不对的 它应该翻译成借词的给予 好 再来我们还有除了为字 还有比如阴字 阴字也是很多意思 可以是很多意思的 比方说这女士烧了他们的债券 其实是应该翻译成趁机 这里呢 表示烧这个动作的 这个发生的条件 好 下一个例子 辅音系 这个阴 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女士了 作为这一个副词的这一个解释 好 我们再看 哎 长甲归来夫 夫啊 女记住词 我们也考 我们不翻译了 我们翻译考成八 好 再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与我所欲也 这个欲字 这是同学们常常都会犯错的 先于是我想要的 这个句子看起来 好像是不完整了 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把说 先于是我想要的东西 那我们请同学补上这个兵语 同样的下面这个例子 急 急急勿事 不要错失 不要错失什么呢 不要错失机会了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这是从有所欲也里面摘录出来的 非独贤者有事心也 人皆有之 贤者人勿善耳 好 这个知词 我们都知道 知识代词 可是呢 我们看 人人都有这个 这个什么 好像句子不完整 对不对 那你必须说 都有这一个思想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好 我们也出现一些双音节词 看起来很像白话文 同学们会往往就直接写事故 或者是因为这样子来代替 其实是错的 比方说事故所欲有 所胜于生子 这个是是指这一个 故事因为 所以我们要把它拆开来翻译成 知识因为 或者我们可以用现代文的这个所以来代替 好 同样的由事 由事呢 我们应该从由事表示因为 那么是是这一个 所以我们翻译成因为这样 我们不能够翻译成于事 于事是承接的这个意思 是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供其罚困 这个其是代词 那你可以翻译成他们 同学们可以翻译成 供给他们缺少的东西 但是在某些情况 如果你懂得这个代词的对象 我们可以写 供给使者们缺少的东西 同样的是在这个 另外一个例子 军意无所害 你也没有损失 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你字呢 是勤博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用勤博来代替了 好 最后呢 我们看这个连词啊 这个连词 别小看连词很简单 儿子 儿子 可是呢 连词其实在不同的句型里面 它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那比方说 在这里它是表示承接的 在情况危机时 财 我们用财来代替 好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 这个 外权见而习且有 好 儿且 这个儿且呢 是并列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翻译成有和有 好 再来看下一个例子 下一个例子呢 我们翻译成反儿 这个转折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 另外 儿也可以是翻译成 这个 而且并且 表示递进的这个关系了 好 这都是一般同学们 常犯的一些错误了 嗯 那同学们读的时候 就稍微注意这些词汇 是 我们非常感谢老师呢 让我们知道说 在我们翻译古文 去白话文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些细节是什么 尤其是老师点出的这些 一个儿子呢 其实在不同的一个句子当中呢 有带着不同的意思的 好 下集回来呢 再看看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文学 简答的这个部分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再请蔡老师 给我们上课 好 文学SPM的试卷呢 第一个部分的B 那个呢 是要文学简答 这个部分呢 据我所知是六选四啊 老师 是吧 是的 我们现在进入了文学的 第二个部分 就是文学的简答题 那么它一共呢 有六题 然后呢 我们必须回答四题 那么这四题 这题目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看一下 好 它谈盖了我们整个文选的 这个课本的 二十篇篇章 那么呢 这里呢 我会把篇章 稍微分成三个种类 好 第一个就是 说理性的文章 因为说理性的文章 一般上呢 我们请同学们呢 把重点放在论点 那它要你论证这个论点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故事性的文章的话呢 它会把重点放在这个 提问这个人物的形象 或者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提了这个思想感情 或者里面的这个情节 好 那么我们少不了诗歌 好 我们看一下诗歌 当我们谈诗歌的话 我们一定会谈这个意象意境 这个艺术手法啦 好 除了艺术手法 少不了诗人的情感 好 那么我们就事不宜思啊 来看例子 好 我们先来看一首诗 这是李白的《八九问月》 那么一般上考卷 他会先把诗歌写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好 李白笔下的月亮 具有哪些形象 他通过古今之乐 来表达哪些人生责礼 好 这里我们分为两小题 第一个问的是月亮的形象 第二个呢 我们是要看作者写 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何在 是要交代一个怎样的一个哲理 好 我们试不试看答案 好 我们来考一下薇薇 这种答案有问题吗 形象 哪些形象跟人生哲学 是啊 他有影诗句 你看 青天有月几时来 我今亭碑亦问之 诗人从首词九倍 仰天问月写起 永月舒怀 然后紧接下来就引出了第二句 我交给老师作答好了 我不晓得 其实我们一般上同学 都犯了这样子的一个错误 他就是摇摇摇摇写的一大堆 像是在陕西这首诗歌 那么最后他就 草草了 问形象 是一个崇高永恒美好神秘的形象 这样子回答实在太不具体了 哪一个句子写的是崇高 哪一个句子写的是月亮的永恒 代表月亮的形象是永恒 那就不太符合了 那我们就请同学们注意 当我们在回答这个诗歌的时候 同学们不要以为说 啊 诗歌我会了 我把陕西写出来 那其实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 先写月亮的形象 我先引出一个诗句 然后来论证这个诗句 里面说的月亮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比方说 人汤明月不可得 月行却以人相随 这个月亮神出鬼没的嘛 寂静寂远的 是表示他神秘的形象 马上在自己点名出来 而不是到最后才来写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叫做 人生则理的 别忘了 人生则理呢 我们也必须把这一个诗句 里面的一段诗句引出来 比如说这里说 人生啊 惊人不见古时月 惊月成照古人 这里告诉我们说 月亮是永恒的 可是惊人 古人惊人落流水 人生是多么的短暂 所以呢 就引出了诗人要交代的道理说 人生有限 宇宙无穷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好 唯一二 OK 当歌对酒是 对酒当歌了 是什么意思 不如呢 及时行乐了 好 享受当下了 那刚才老师忘记提点 这个哪些这个字 如果是哪些的话呢 它是会多个一个 不可能打一个 是 哪一个才一个 人些就超过一个 对啦 所以同学们要看好题目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李白这首诗 八九问月里面的 另外一个题目 好 这个题目 李白借经古今之月 寄予哪些情怀 并表达哪些人生责礼 好 这一道题目和上面的这一道题目 几乎都是一样 可是他这次说的是问情怀 那同学们呢 就要抓住这一个诗人的感受 当下的感受 好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首诗啊 写的就是月亮 就是李白自我的形象 那我们就要扣紧 这样子的一个字眼 比方说我们这一个句子 人潘明月不可得 是显出了李白孤傲的心境 我们也在这边可以看到 嫦娥呼吸以水灵 写的是李白寂寞 孤苦寂寞 还有最后他感叹无可奈何 这样子才能够回答到我们的这个题目了 好 我们看完了诗歌啊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说理性的这个文要文 如果是我欲言 这篇同学们都好怕 我们看不难不难 好 我们先看这一组题目 李孟子如何论证义重于生命 是息之 分息之 好 第二道题目 孟子如何通过义丹石 义豆干和万中 来论证义重于生命 好 这两道题目看起来都是一样 因为他的论点就是义重于生命 那我们就要去证明 义为什么重于生命 可是这两道题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在意你的论证不一样 论证法不一样 这个论证是概括了里面的这三个论证法 文中提到的这个比喻论证 正反论证还有举例论证 可是第二道题目来得容易 因为你只要针对这个举例论证来解释 义重于生命就够了 那当然 琢磨要多点 同学们要写得详尽一点 如果是在第二题就针对这个举例论证写得详尽一点 好 我们再看下一组题目 好 我们有下一组题目就 根据门子的见解 是分析贤者与一般人在意上的差别 何谓本心 举例说明圣者和一般人在这方面的不同 好 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两个题目其实是也是很相似的 那就是意和本心 我们呢 要看意和本心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先给这两个字下定义 所谓的本心或者是所谓意呢 就是门子所说的人啊 原本的这个道德良知 一个人原本的人格尊严 好 我们先下了定义之后呢 我们才来做比较 记得知识比较题 我们比较圣人 贤者 还有一般人 那你需要写 对于来 对于 对于门子来说 圣人和贤者是怎样的 是重义的 那么对一般人呢 他是见利万义的 好 那么你可以从这里开始认证 可是第二道题目 举例说明看到吗 举例说明我们要用这个一当时一斗根来解释 那就根据这个例子 一当时一斗根里面的这个行人和乞丐 他们是像圣人这样子 他们讲究尊严 他们重视尊严 而那一个万中的人啊 是不顾一亿连辞的 好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多一个不同题型的这个灯 好 这是一个现代文灯 好 看一下第一条题目 为何作者将灯比喻为希望之光 我看这一题未未应该可以做到吧 这个灯啊 为什么作者会这样呢 因为灯象征着温暖啊 有一个力量 灯光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 是 就很亮啊 然后带来希望 这样是吧 是的 可是这也不到十分哦 不到十分哦 这怎么样可以拿到十分呢老师 我们再说 我们先看一下 当我们先给这个灯的象征意义说明之后呢 同学们必须要举例 好 这里都准备了一些例子 我们先跳过下一个啊 这个图表 好 这里呢 文章 灯这篇文章里面呢 举出了一系列的灯 同学们就可以针对这里举出例子 说明这个灯是代表象征希望 象征这个温暖 象征这个人间的爱 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灯又写着不一样的角色 对 可是同学们不可能全部写完吧 那同学们在这里呢 就选四个到五个例子 好 我们再回去看还有两道题目 好 下面的字一组题目 文中各种的灯 让作者的心情起了哪些变化 下一道题目 作者通过灯的赞美 平复了心中的焦虑不安 事数之 好 这一次我不再问灯的象征意了 你看到吗 我没问的是哪些心情变化 那我的重点就不再想这个灯的象征意 把重点扣在 作者看到哪一个灯的时候 产生怎样的一个情感 好 这一道题目呢 也是写的是灯 其实这是赞美灯 那这一题看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已经告诉你他的心情是怎样的 焦虑不安的 那同学们在做复习的时候呢 不凡呢 记一下 除了我们读灯的象征意义之外 我们还要记得 作者在看到这个灯的时候的感受 像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有点信心了 可是到最后他回来三角下的灯关锁 他是充满了热光 积极的 坚定的 所以呢 同学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其实看起来题目都好像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可是做到的时候 可能就是很紧张 没有好好的去审题 没有看清楚题目 没有读清楚题目 没有抓清楚题目的这个重点 然后他一看到 哦 灯啊 老师叫过 我会 我就答了 所以其实 他是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点 我们要找回这个重点来回答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老师已经跟我们解说过了文学的翻译 然后文学的简答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下节回来呢 要看一看说小说方面 对吧 老师 对 小说方面呢 要如何去简答 好 稍微回来 我们继续跟蔡老师一起学习 我们先继续一下 欢迎回来 SBM 华文文学呢 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谈小说的简说 这个部分呢 三题要选两题 对吧 蔡老师 是的 三题要选两题 所以同学们在做答的时候 找出最有把握的来答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发生在什么地点 第二个我们来看人物 我们看人物呢 这些特别含买的特别含义或者重要事情呢 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主题思想 那同学们在读小说的这些东西 那同学们在读小说的时候 那同学们在读小说的时候不要只是读字单 看清楚题目 看清楚题目 他问的是小白菜的遭遇还是感情呢 同学们有注意到吗 微微有注意到吗 小白菜坐着对小白菜 小白菜就是个这个故事的那个主角对吧 不是里面的一颗小白菜 里面的一颗小白菜 带出了什么人生哲学 有请老师解说了 好 这里其实呢 他要带出的是 题目要问的是感情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答案 这一组答案 它是侃侃而谈的说 这小白菜的这个遭遇 被牛肚或者小孩踩了一脚 奄奄一息 后来小白菜被卖掉了 后来小白菜在途中又掉进水沟 再说呢 小白菜被这个老太太呢 扒掉的这个菜拌子的 这个经过 那这里呢 显然他没有提到感情 当时看到这样子的情形 坐着的感情 坐着感受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不达标了 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他回答这个方式呢 只是点出那个小白菜的遭遇 对对对 然后没有说出他其实 他的感情 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是因为同学们会看到 小白菜的遭遇 我会答我会 我就把那个情节全部写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那么正确答案呢 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第一题 小白菜呢 因被扭堵 或孩子踩了一小时后 就奄奄不息 那么坐着就很可怜他 然后他就跟妈妈细心的照顾 所以他对这个白菜 充满了喜爱之情 这个可怜和喜爱 就是坐着的这个感情 我们再看其他的 老师就不多说了 那么像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小白菜卖掉的时候 有志情 那当小白菜掉进去的时候 他很紧张 他就有自责的感受 那么在后面呢 就有这个愤怒之情 还有这个懊悔之情 那这个同学们 要特别去注意 知道题目要的是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跟小白菜类似 小白菜这个小说的 其他类型的题目 好 这一题 坐着对小白菜 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是分析者之 那这里呢 就不再问小白菜的遭遇 他问的是特殊的感情 那我们再回答的时候 不是直接就回答 那我会告诉同学们说 你一定要先交代 为什么他对这个小白菜 产生世俗的感情 只交代他的这个缘由 然后我们才来论证 他真的很执着 很在意这个小白菜 在哪一些情节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为小白菜而哭 为小白菜而愤怒 甚至点荡了自己的诚信 好 我们再看一下 那如果是这一道题目 那又怎样呢 写出小白菜被卖掉的过程中 我起伏波动的心情 以上面的这一道题目做比较 同样呢 也是小白菜的遭遇 可是它是要针对 被卖掉的过程 然后同学们有没有看到 老师放的红色的字 写出心情 别写卖掉的过程 那你写卖掉过程 也荡掉了分数了 对 那我们这个心情 和感情有一点点差别 心情就是当下的感受 那我们可以大概 我就整理了这样子一个答案 母亲决定卖白菜的时候 她是不舍之情 然后当时这个过程的感受 有不愿之情 自责 厌恶 气氛 传痛 和 回来 那老师我们在写这个作答的时候 是不是要 就是说母亲决心去 卖掉这个白菜的时候 我们就显得不舍 需要有那个句子 那个场景在那边 然后那个情感在那边 是 她必须引述 这样才完整 她需要引述这个情节出来 才能够带出她情感 你也不能够直接写出情感 这情感是指的是哪一个情节 学生这样子答也不对 收到 好 我们看了卖白菜之后 我们来看这部经典小说 孔宜己 孔宜己这个肌肤 每年都会出现的题目了 我们先看地底 你如何评价孔宜己的为人 或者说 辨析这个性格特征 那同学们都有读到孔宜己 都知道孔宜己是迂腐爱面子的 染善的 怯弱的 他也有光辉的一面 就是他有修持之心 他讲诚信和善良 那么在自己同学们 不是举出他的这个性格特征罢了 你必须举出情节 来认证 他是运腐的是爱面子的 比方说他考不上秀才 还学人家传这个长山 表示自己是读书人 这个就是爱面子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有看到这里题目 还有一个就是评价 那评价还有一个你 那这里同学们就要自己做出判断 在自己同学们要做出一个判断 到底是他以判断的角色来看 如果题目是问形象的话呢 就不一样了 如果题目问形象的话呢 同学们还要写这个孔宜己的外形 还有写他的身份 然后再点出他的这个优点缺点 我们再往下看下一道题目 你从孔宜己身上读懂了什么 领悟到什么道理 得到什么启示 这一题可是高师为题 就是他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要同学们自己依靠自己的理解 然后去解释去写出来 是 同学们要提出看法 因为他写你嘛 你读懂了什么 那你懂的跟我懂的就不一样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同学们在作答的时候 他一定要根据文本 根据文本里面的故事情节来写 不能够说天马行空 对 这样子来写 那么这一题呢 我们看的是孔宜己身上 所以我们把焦点聚焦 放在孔宜己的这个性格特征上面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从性格特征里面切入 好 我们刚才有列出 孔宜己的这个人物性格 那么在这里有渔腐啦 君女守旧啦 爱面子啦 自明清高等等 好 那么在这里 你就点出孔宜己的这个缺点 然后你就写出你的看法 不对啊 我们应该做出改变 随着时代做出改变 比方说孔宜己好自然做 不对啊 那也可以靠自然做 我们应该刻苦耐劳 找份工作好好地做下去 这个就是你提出的看法 但是它还是扣紧了这个文本 它是扣回这个孔宜己的 身上的优点缺点 好 我们再看下一道类似的题目 作者通过孔宜己的遭遇 对社会提出怎样的控诉 那有注意到吗 我问的是孔宜己的身上 那么这个是孔宜己的遭遇 这个就是考情节啦 好 这些情节到底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它要带出主题思想 对社会提出什么批判和控诉了 那同学们我这里就准备了这个孔宜己 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 那你就引出这个例子 比方说孔宜己呢 被这个丁举人独打一番的话 那这个情节是要控诉什么呢 它是要控诉呢 当时封建社会的阶级化 等级化 那做官的人统治者 统治者就可以为所欲为的 这个举动啦 好 所以记得在写情节之后 要扣回主题思想 谢谢老师 这个部分就是小说的部分 是 我们还有另外一题到一篇小说 这篇小说是《痴女阿莲》 我们的本地小说 我们同样的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白莲在小说中体现了哪些性格特征 这一题跟刚才孔宜己一样 就是问人物的性格特征 一样的必须举例论证 好 第二题 白莲在小说中体现了 对自由与自我意识的追求 是举例说明 那其实呢 自由与自我意识的这个追求呢 是它的其中两个性格特征啦 好 刚才老师没有放出来 那么在文小说中 白莲是一个善良的女孩 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孩 也是一个向往自由和追求自我的女孩啦 那第一题和第二题的差别是在哪里 第一题你就把这四个性格特征写出来 每个性格特征呢就举出例子 可是来到第二题 你把焦点聚焦在于向往自由和追求自我 那可能向往自由的例子就可以举两个啦 比方说她在圣灵里面高兴地呼唤自己的名字 她想跟她想往这个到瀑布里面 到瀑布那边去游泳 好 这些情节 好 那追求自我呢 你也要举出两个例子 这是比较详细的 好 我们看第三题 作者通过阿联的性格特征 这也是问性格特征 可是我们是问这个性格特征 来表达怎样的这个主题思想 对社会提出什么控诉 还记得老师刚才讲 主题思想都有它背后社会意义所在 它其实要揭示当时的一个怎样的一个社会 比如说善良女纯真 她其实要揭示当时村里的人都是欺负人的 或者是冷漠无情的 他们欺负白脸 因为她弱智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她想往自由以追求自我 其实她是要表达说 其实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由 追求幸福 还有被人家尊重的 纵然她是一个弱智的女孩 好 我们再看下一道题目 作者通过阿联哪些遭遇 带出小说的主题思想 事述之 好 这一次我不问阿联的这一个性格特征 我这一次问的是阿联的遭遇 也是后悔一样刚才的情形 问的是情节 从情节里面来体现这个小说的主题思想 那这一个是小说的主题思想 那同学们不凡复习习一下 小说里面主要要谈的是 就是这两个 人能都有追求自由幸福 以尊严的本能 第二个就是批判当时社会的人末无情 弱势群体被羁押排测和歧视 那老师今天就和你们分享这三篇小说 现在老师我看到这些问题分ABCD 可是每一个它的问题 所要你解答的那个方式跟那个部分 其实都不太一样 如果你跟它全部混成一谈的话 可能每个答案都几乎一样 就拿不到很好的分数了这样子 是 同学们在做它 往往的时候就是 只是看了就 二人物性格就写了 就写了 是 它没有扣紧题目 细续去了解 每一个题目的要求是什么 在审题方面 他们要特别的去注意 看起来很一样 其实有威胁的不一样 真的非常谢谢老师 今天那么仔细的跟我们说明了 每一个问题要留意的哪个字眼 然后尽量拿到更高的分数 好 我们在小说过后 还有戏剧也要考哦 那究竟有什么常见的一些题目 会出现在考卷上呢 回头我们请老师再给我们分享 DDTV的现场 我们请来了公教中学的蔡迅伟老师 给我们上一堂SPM的华文文学课 在这张试卷的最后一个部分呢 要考大家的是戏剧简答 我们请老师继续给我们解说 老师请 好 来 谢谢薇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戏剧的部分 好 在SPM的这个华文文学的这个部分呢 戏剧呢 还是三题选两题 那么呢 我们读的戏剧只有一部就是气缘 那还没有开题目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理清戏剧里面的四大要素 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时代背景 那么气缘的时代背景呢 是发生在1949年 所谓中国当时的这个旧时代 那么那时候刚好是中日看战过了 那么当时的社会就是有钱有势的人呢 为所欲为了 好 我们再看 好 人物 那同学们会发现到 老师为什么把这个人物啊 分成好几组了 那其实呢 每一个人物啊 都有他的功能所在 我们看一下 杨老先生和杨孟茨 他是一对父子 那我们看一下姚国栋和姚小虎 是一对父子 那这四个人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我不得跳到这个主题思想去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这两对父子啊 他要扮演的角色 就是在谴责当时旧社会的 这个常依子孙的观念 这两个做父亲呢 只会想到留财产给孩子 没有教育孩子了 好 我们看一下一个 望兆华和黎先生 怎么会是一组人呢 他们是要来宣扬同情爱心 以付出的 那当会儿我会谈到正面人物 他是里面作者设计的正面人物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赵老太太和姚小虎 姚小虎在上面出现过了 赵老太太和姚小虎呢 在这里呢 他们扮演的角色呢 就是在批判那些财富而作为作福的人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除了这些主要的角色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配角 比方说有李老汉啊 老文啊 杨杭儿 杨青儿 好 这些人物了 那同学们在读的时候 理清每个人物的 人物形象已特征 好 我们再看情节 情节我们离不开冲突 在我们的这一个戏剧里面啊 冲突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能够宣揽剧情里面紧张的气氛 同学们还记得呢 第一幕里面 要卖气缘的四项 四件 那么杨孟兹不卖气缘 可是他的兄弟甚至他的孩子 亲耳坚持要卖气缘 这个就是一场冲突了 好 我们主题思想 刚才老师也谈了 那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 我们看一下 戏剧通常会 针对哪一方面来提问 好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道题目 这道题目是针对 这个主题思想来提问的 好 气缘里面宣扬了 同情 爱心和付诸的心神 是以第三幕为例 好 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个答案 那我们看一下 在荧幕的同学 稍微看一下 这些答案都对吗 那其实同学们不要看到 同情 爱心和付诸精神 就把这些统统写进去 因为我们这里有陷阱了 哪一些才是出现在第三幕 那我们看一下 《彩茶花》不是在第三幕 好 我们再看 旺茶花说 在杨孟师逃离的大仙词之后 请姚活动打听他的下路 这个也不出事件在第三幕 所以同学们 在这边你们要注意 所以读的时候一定要熟悉文本 熟悉里面每一幕的对话 场景和情节 真的要很熟悉那个文本才行 要不然你第二幕跟第三幕 你混乱了 那个就搞混乱就麻烦了 对 答案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组类似的题目 第二道题目 在器人里宣扬了同情爱心 以付出的心神 是以杨孟师离开器人后的遭遇为例 好 这一个跟刚才 我们就可以用刚才的那一组答案了 这个他们也有说要第三幕了 对 你就把所有次杨孟师离开 其实杨孟师离开器人 就是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的答案都可以用 那我们再往下看 第三道题目 器人里宣扬了同情爱心以付出的心神 是以望兆华和黎先生为例 好 这一次呢 他呢就是要问的是人物来举例论证 他们是扮演着同情有爱心付出的这个角色 那你就可以举出以下的这个例子了 好 我们再看 好 另外一种题目呢 就是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可以在几个情况 问的几个模式 比方说第一题 是举例说明李老汉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这一题就很直接了 题目要忠心嘛 那我就把李老汉忠心的情节全部写出来 那你大概写四个情节 来论证他忠心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看第二道题目 是分析老汉的为人 并说明他在戏剧中扮演的功能 这一题就难了 你要懂得老汉的为人 要分析 所以你还要去想 老汉是一个怎样的人 是一个忠厚 明白事理 同情心的 你还要举出忠厚的例子是什么 好 接下来还要说明一个小题目 说明他的功能 那我们刚才就谈到说 小这个戏剧人物 他的功能就是要表达作者的主题思想 表达这个戏剧的主题思想 可是这个老汉的出现其实它是通过第三个人 通过老汉来解释姚家背后的这一个矛盾与冲突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道两道题目了 好 举例说明 气缘中的一位正面人物 并说明他在剧中扮演的功能 那下一道题目看 举例说出剧中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说明他们在剧中扮演的功能 好 这个是写一个正面人物来的简单 那么这边呢 要写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那你就每一个正面人物举出一个例子 那反面人物你就举出一个反面人物 一个例子 凑合四个要点 好 除了人物形象 我们还有戏剧里面的 谈到这个矛盾与冲突的题目 好 杨梦之说要吃下自己的苦果 但却又偷又犯偷切 是说明其中的矛盾 那同学们除了会省题 有一点还要记得 省题了之后 你还要明白这个职位的意识 那什么是矛盾呢 矛盾就是他心里想要的 和事实上是对立的 或者是办不到的 实际上是不行的 就像这里我们看一下 那杨梦之到底 我们先开出名义先说 杨梦之放下了什么错误 然后我们看 他心里想要吃苦果 他心里想要赎罪 那他怎样赎罪怎样赎罪 好 可是事实上 他的行为并没有赎罪 他既又偷切又爱面子 所以导致他到最后 是死在狱中了 好 我们这里有一个 对矛盾的解释 老实在讲多一次 那么你内心的目标 你的见解 你的想法 行动等等 以现实 是不一致的 和现实状况不一样 我们看这个 矛盾与冲突的提醒 那这个第一道题目 是分析杨梦之矛盾的举动 与内心的痛苦 这道题目和第二道题目 刚才我们分析的是一样的 那怎样一样 我们看一下 吃下自己苦果 就是他内心的痛苦 他想要赎罪 内心痛苦 那么矛盾的举动 就是他跑去偷切 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如果考题这样子问的话 显然第二题 已经是很直接告诉你的 你只要说明就好了 第一道题的话 你还去想 这是问关于矛盾的题目吗 你要从哪一方面着手 所以这个是属于比较难的题目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除了这一种矛盾之外 我们也有些对立的题目 比方说姚伯洞和旺兆华 两个人的看法是相左的 或者是姚伯洞和李先生 虽然是大学同学 可是他们两个人的价值观 是分析的 那同学们扣着这个字 相左和分析 就是不一样的意思 看懂了题目之后 我们就要做一个比较 记得我们要做比较 不是只是单独讲一个人而已 除了这些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 很难度很高的题目 就是 对白 引述对话 引述的对话 那这个呢 他会跑出这样子一句话 望着我说 一个人走错了一步 要回头是多么困难了 他会问你 说这句话的前因后果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情节真的是要非常的熟悉 不然你也不知道 这句话在什么时候出现 对对对 好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你认同 就是要你提出看法的 又是高思维题了 是高思维题 那自己提就没有高思维 你看等老爷回来了 我一定要劝劝他 他一样还是问你 谁对谁说的 刚才是已经告诉你是 望赵华说的 但是他还是会问你 这原因可是说出这番话 你也一样要知道 这是什么时候说的 为什么他说这句话 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 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 老师要劝同学们 熟读人物的台词 熟读里面的这个对白 每一个情节的作用 那特别是有些话重复的话 其实就是重点来的 老师说了这么多 我们想请老师 给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整个分享好不好 好 那我们大致上 我已经和大家讨论过的 这一个翻译小说 还有这个戏剧 那我们终归回到最终 还是要看同学们的表现如何了 那么同学们在做大手 第一件事情 熟读文本 真的要很熟悉 你手上的这个文本 那么特别还要记得 他的主题思想 因为我们的题目都是绕着主题思想来提问的 好 第二个呢 同学们 掌握时间 时间很急迫 两个小时半 打多少题啊 十道题目 那我们平均除的话 几乎是十五分钟就要答一题了 真的是要很快速的写 然后我也提醒同学 在做大手 说你不是一切而成写的 你还要有开场白分段来写 因为它是像是长题嘛 好 第三个审题的重要性 看准题目 读懂题目 看准题目 知道答案是什么 题目的要求是什么了 好 那我就预出同学们 这一次考试呢 考试顺利 期开得胜 非常谢谢蔡迅文老师 今天给我们上了 这么一堂非常宝贵的课 准备要考SPM 好文课的朋友们呢 一定要看看这一集了 而且呢 可以收获良多的 感谢老师 感谢电视机前的 所有观众朋友 也祝福SPM考生们 考试顺利 然后呢 能考到理想中的好成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